新闻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台湾的各大报在今夜头版头消息 中国时报的部分呢 报道的是中共的东部战区在昨天已经宣告 共军环台军演圆满完成 在三天的军演当中 大陆的航母山东舰编队首度参演 一连三天高达120架次的舰机载舰频繁的起降 成为这一回军演的讨论度最高的画面 好 中共的军方大秀肌肉之际 美军倒是一改前几天低调的作风 派出了驱逐舰米利24号逼近中方所控制的美济郊海域 好 美非南海联合军演 则是紧接着在11号今天就要登场了 西太平洋海域俨然已经成为中美两大国家较劲的棋盘 好 接着呢来关心的是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受访的时候表示 欧洲要避免因为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 他呼吁欧洲应该要推动法国主张的战略自主政策 不应该跟随美国而沦为附庸 马克宏甚至还告诉记者说 欧洲人解决不了乌克兰危机 又要如何让人幸福的在台湾议题上 说小心 如果你来乱 我们会出面呢 紧接着来关心这是旺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大陆现在主场的外交戏码一出接着一出 继法国总统马克宏跟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访问北京之后 巴西总统鲁拉4月11号到14号 将会率领将近300人的代表团去访问中国大陆 好 其中商界的人是多达240名 至于巴西的联邦参议院议长巴奇哥 等12名国会议员也将会随行 现在看得出来呢 中巴两国除了将会签署至少20项的经贸协议 对于北京来说 进一步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也渴望成为鲁拉访问中国的经济效应 紧接着我们来关心的是国际间的最新消息了 这是在美国南方的肯达基州最大城市 路易斯威尔市中心有一座银行大楼 星期一上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枪击事件 已经造成了5个人死亡 包括了枪守在内 好 根据美联社的报导指出 大楼内也有联邦调查局的干员 也参与了制服枪手的行动 请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感谢观看